我去香港時跟我朋友聊天 她說Karen 你有沒有投資榴槤園 我說 蛤 有這樣的事嗎? 可以的 你投資榴槤園就比較 5年 6年就有收成 是 但如果你說 這一段巴你買過來 又到了吃榴槤的季節 在香港的朋友不需要特地飛去馬來西亞吃貓山王 果園圓質的貓山王 直接可以送到你的門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我訂 只需要填下面的 form 就OK了 但如果你說 這一段巴你買過來 這個是60個鞋子 你可以分一個層一個層一個層 或者兩層三層 你再賣給別人 你一層150千你買回來 你可以買到300-400千一個鞋子 看到你的利潤更高 哇 就是買這個六十 然後再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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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回來 我說要分出來 你是推上去 或者一個位置 你種植殞樓呢 你可以いく幾塊 榴槤樹 你可以建立一個蚊子 建一個屋子 那麼他們很多有錢人 或者100萬會買不 conventions io買50萬會賣得起 這麼 Merci 投資50萬是機會 那60億EG 現在買的多少錢? 這裡差不多900萬 那個是未發展的 未發展 還是一個空地 一個空地 問題是一個在新村邊培的屋子 沒那麼便宜 現在他們說很流行投資榴槤樹 是呀 是怎樣投資? 就像我這個巴牆 現在出到500千 你就買回去 多少棵樹? 大大小小差不多200棵 200棵樹就500千 不是呀 一個一個500千 要買就是買一個一個 這樣他們可以買 但這個位置我絕對不可能 分一個一個 是呀 是呀 比較容易人來投資 有幾百萬你還可以發展 是呀 你最先拿到一百萬出來 再投資 它現在是什麼? 塑膠園 塑膠園 它也是調工很多年了 它也是… 塑膠還可以嗎? 沒有價錢 不划算 嗯 潮流是榴槤 啊 容易 水果啦 你可以種榴槤啊 葡萄蜜啊 葡萄蜜啊 紅毛丹 山豬啊 這也是一個神秘 西瓜 木瓜 木瓜現在很好價錢 很好價錢 三塊多 對啊 那你只8塊錢 得到這8塊錢 榴槤樹現在呢 是… 是… export到哪裏呢 現在很多了 不是單止去中國 嗯 這個… 台灣 美國 英國 都有人 但是呢 坦白說是中國要求的 是 投資榴槤樹的話 那其實要多久才可以回本呢 哦 你看吧 好像在這裡 下面路邊那裡 一家的鯉吉 一家鯉吉 他們賣到800千頭 是 那些不值得 嗯 我就認為不值得 好像這樣子 你說 我買回來150千 啊 是 我… 我可以… 就是如果是… 成本是900萬 我最多100萬 嗯 100萬下去 就是1000萬 1000萬你不就成60 一個鯉吉 只是1.6幾 嗯 但是你五年後 我卖出去不需要太多 但如果说几百万来说 五年后你可以回本吗? 但五年后这个位置我可以卖出去 现在我可以买一个月 现在我买回来160元 我五年后可以买到300千元 300千元是一千多万1.8元 18亿亿亿亿亿 你想这些还可以赚 如果你说现在我就不鼓励你们买现成的 应该你们买一些未发展的 用来做那些还不容易 现在那些人都会叫人家投资榴莲树 一些是想到 左康我看到比较多 还是哪里都有的 现在全马都有 全马的 因为你认识的是大坑的 他就找这里 他认识的是左康的 左康你有什么好地方介绍的 对他又买了 不同的地区种不同的榴莲 是不是也要看他们种什么榴莲 我便宜的 在那里有 我朋友六个一吉 一个一吉七十千元 在路进去第二段 我带它 远一点 远一点 它就像泰国了 种什么榴莲呢? 品种 一定是猫山王 都是猫山王的 其实全部都可以种猫山王的 看它的品质是否漂亮的 好似左康那些 其实我猫山王没有用来扮行那么漂亮 嗯 这个是三十九 什么三十九 这个是零九 零九 零九 这个是零九 不是九十九 九十九不值得 不是说麻烦 你变态你说 或者还有五十年六十年 你又要转了 这些不需要 不需要 如果是外面投资的人 他自己本身是不会看着榴莲树 那榴莲树 我请个人打你 我请个工人帮你掌 大概要多少钱呢 如果要请个人 请个工头 或者要一团包 我给你打你 这样用一个月多少 要包光你的工人 所以帮我包光 做草 落庇 那要多少钱呢? 那如果六十九 你最少都要用五个工人 但是要用多少钱呢? 一个工人 加下一个月1500构 五个 七千多构 一个甲巴拉来说 你都可以参加一个十千构 一个月 对 因为你也可以初期 你也可以种些公椒 种些木瓜 当你收成 那榴莲树就迟些 榴莲树最快多是五年 这些来说 你五年后 如果你说已经2.5百万元 你五年后 你不可以回去 但现在五年后 你可以卖出去 现在卖回1.6了 但是到时候你可以买回三百千 你不需要等你有果 这些还赚得更快 真的 好 学到东西了 所以我不鼓励你们买又会贵 我拿起来说 你没有五百千六百千 你不需要 嗯 你百多次 再投资多一百万二百万 千多万 但是我多多少收入 嗯 我想到这个 好 此非你说我做生意 我不同 我做生意 我很多朋友 我可以当是应酬 这么多交官 是 但是你们正式赚 就赚不到 因为我们 马来西亚的政府是这样 你钱包你买过来 是 头一年第二年 他抽你赚到 抽你很多 嗯 但是五年后 他又是抽你 不知道是没有抽你的 抽多少吃 文哥会计 哦 ok 那些就比较清了 谢谢 昆哥 哈哈 哈哈 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vlog的话 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如果大家想follow我的IG 和Facebook 欢迎大家去到Karen Kong Music 我影片下面有一个铃铃的 按进去 等我出新片 你就可以收到即时的通知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